我记得我当时画到时多少天 画完的时候我就再也不信了 下面是那个厨房 厨房来的那些盘子碗 都把它打开了 那些纸丢了一堆 旁边的那些服务员正在受训 我记得当时我到了那 我就走不动了 一下子就是架子 一头就栽在那一堆烂麻糬纸里面了 睡了好久 我记得我一下睡了十多个小时 我就憋得起来 起业的事 这时候我太冷在那 我再一看了 我身上都是被子给我盖上了 旁边这边的门也给堵上了 本能是机的外面 就是他们的训练 搞到半天 这个老板专门给我送来的被子 叫人家送来的被子 等我画完这张画 他不仅仅把它承诺的钱给寄了我 他给我又给了我 额外的包括大的摇头的电视机 一直到在那个电话全套的 好像是那个花的 比这个钱要多了多少倍 买了一堆东西送到我的家里 所以我确实就是对他们的讲是我的艺术感动了他们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实在你有这样的一种被认可和分享 其实这个真是就像你说你是不是热爱他 肯定 能从您的话语中 我能看到您说起话的时候没飞色舞 然后是真正的 真正好像就是碰到自己的兴趣点了 你愿意为他去付出你所有的精力 你人生的时间 你觉得他是最值得你花心血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从把这个地点从日本转换到纽约 94年您来到美国的 我是93年第一次到这来看了一次 94年 我记得4月15号我来的 说您刚到美国之后 您又生活其实又跌入了一个低谷 然后那时候的画又变成120美金一幅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在心想 我当初要碰到您就好了 我多买几幅收藏着 现在肯定价值连城了 这倒是过去买的 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说画画 你不能单一的说 我每天画画 那个就是我们降低了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画画也不是处于这种品质 下的 你懂我说的 就是你热爱他 有一个更大的热爱 是他就是 他能和你的心 他和你的心作为一个通道 能和 就是他可能是作为一个通道 能和更多的心通在了一起 是你的心透过他而通在了一起 其实我今天特别好奇您 我一直想探索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画家来到美国 他们有的毕业于什么中央美院 各个地方的这种官方学府 也从可能从小就开始接受美术的正规教育 但是能进入美国主流 被美国艺术界所接纳的华裔画家 真的是没有几个人 所以我一直在好奇 我才从刚开始跟您做定的时候 我一直也在探索这个答案 为什么 后来我觉得您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看到了您在美国最初三年 您开着车从东西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几乎访便了美国的一个州 其实在我看来 这就是在琢磨 琢磨 美国人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就是 也不是说你是去 就是我专门的去投你所好 而是我觉得你的本性里头 你是有着一种探索 就是一种能够不停尝试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在里面 你觉得呢 用我妈妈话说 就是我生来就不安分 生来就不安分 是吗 你觉得这每一个州的这样子 去旅行 去等于是去探索 对您的在美国创作有帮助吗 我其实我觉得第一重要的是 你生命里面到底什么是 那个核心的东西 你就是你想到底想干嘛 我们吃饭 我们从解决吃饭 解决吃饭了以后干嘛 你懂我说的意思 发财 发财了以后你干嘛 你在干嘛 你知道它是一个 一步一步的趋近于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但同时呢 我觉得您的 又是一个特别特别智慧的人 比如说您从日本 您刚刚从西藏到日本 也是从头再来 到最后刚开始的 非常生活的 非常的艰辛 一直到最后 很多大老板的认可 有很多人来去求您的话 您到美国 又从一个低谷又上来了 就是你知道吗 人其实一帆风顺 从就是你带你出生地 可能你在一个地方 你一路平坦 一路往上走 这不是 在我看来 这不是它的优势 而是你到每个地方 你都有从谷底反弹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 着实是一个人厉害之处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你觉得更多的是幸运 还是是老天的眷顾 还是您的努力 还是您的 在这方面会有智慧去琢磨 说心的话 你有什么把我说到了 因为我觉得 还是最终是喜欢 你热爱的事情 可是刚才我跟您说了 很多人都很喜欢自己的事业 就是我见到了很多旅美的画家 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 我一天在我的画画上 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可是为什么没有像您这样子 他们的话就没有走出主流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尝试过 有这些美国元素的话 为什么没有被美国人所认可呢 如果你以着一个聪明 你可能做一个机器人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一个 能通向宇宙 通向一种神性 通向他自身能感受到的 所有的存在和存在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活着的人 就是截至到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创造这 否则的话 我们就有一百个 史加木尼 就有一千个 那您那意思说 还是灵性和天赋的问题吗 它一定是这样 如果它仅仅画画是 我投入多少时间 上来它把它自己贬值 就是在打工 它无非和一个 能给它掏腰包的钱的老板 转向一个更大的 投资性的老板来打工 的区别 没有别的区别 就像学校 任何一个金堂 没有靠着金科玉地 能让一个人解悟 能让一个人真正的觉知 这所有的东西 通向真理的道路 是没有办法 透过庙堂能交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不否定 任何一个先知 先觉的人 他有经验 对你有一种启发的作用 但是如果要想传递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美国也好 美国很公平 我只能说 我非常热爱这儿 这是公平 这是公平到 只有你自身 你在哪个层面上 爆发了哪种才能 你在哪个层次上 展现了哪种智慧 你在哪个超越的这些层次 能和一个灵性共舞 它都会有一个刻度表 一样的等待着你 您来给我说说 这幅著名的画作 Freedom吧 您给我说说 它里头的元素 都有些代表了什么意义 后头是苍穹 是宇宙 是吧 这个是自由女神像 这几个呢 英雄 当时那个总统三 这是总统三 这是在二战的 当时流氓岛的 那个升旗 这是在阿波罗登月 就是人类踏出了 在月亮的地 等于是您把美国 几个具体的 著名的元素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自由女神不用说了 这是法国当时 予赠给纽约政府的自由女神像 这个英也好 这个是我们最熟知的 在美国白头鹰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美国 其实它这个 从最早的印第安的那种图腾文化 一直到今天和今天人的这种 意识的一种结合 其实这种象征 说白了 就是咱们回到刚才讲 万物有灵论的 它一个 它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因 把这个因的意志 把这种因的那种敏锐 把这种因的那种凶悍 又把这种因的 怎么能浓缩成为一个符号 其实这个金深符号 就是人们对相互的了解 就是其他的任何种心 都具有灵性 具有这种高度 所以你说我画这个 像这个前面 这个是911 当时那三个生旗的 就是是他们从纽约湾上 拿来的这块旗帜 这个旗的拥有者 就是这个老板 是埃及人 他最后找到我这 就是看到这张画 我们现在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要去我的公司 你可以看到 他到我这买的 这个旗 后来他买了很多 我的这张画 就是因为这个面旗 是他的船上的旗 被这三个消防队员 当时从纽纽约湾的 他的那个游船上给栽下来 挂在这个旗杆上 这幅画创作了多久 这个是用了也四个多月 四个多月 我看到您之后现在回到中国 也会创作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这些 这些画是吗 其实 创作 我没有办法来说 就是 你越了解 你越知道你没有创造的能力 你只有发现的机会 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了 你懂我说的意思 我明白 他感动了 就是看你看到 有没有这个发现美 会发现艺术的这个眼光 是吗 其实这当然你肯定是 你要给他进入 那就是你去实现这个 你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他不是说 如果一个工厂招工是有指标 有标准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画家 总是觉得我画的很好 或者画的什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这就像你能不能诠释 你自己想诠释的内涵一样 这个内涵是什么 是你那个灵性的内容 这个灵性的内容 必然是有让儿生 来自你自己的体验体会去经历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的 所谓的风格 风格是你自然流露的你的状态 我明白 风格并不是说 你要编成什么风格 对 你是学院派你带来的这种 这种教师啊 或者你学校的一些印记 风格一定有自己的地方 这方面的特色是能加进去的 是 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 往往真正教育 他应该了解的这种空间和宽度 没有在他身上落实 反倒是教了一批自以为是自命不凡 自以为他全都掌握了 他全都怎么样 不是这 生命的好汉 你越了解 真是就像苏格拉迪说 只有我到今天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说了西藏 说了日本 说了美国 我们再说说现在当下吧 当下您的团队有些什么具体的工作 或者在未来有些什么工作的规划和展望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只能说是因为我不想也不会 如果一个事情发生了 那这个事情就尽其量就是辅助着他发生 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 不是你提着他怎么跑 而是你扶着他怎么走 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就是怎么说 一定要跟他经济的 是我发生的事情来料理我的事情 或者是我引发了什么样的事情 去迎着这个事情 把他像扶着孩子成长一样 没有说我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您其实没有说刻意去规划哪一步 很多事情是顺其自然 但是在顺其自然中碰到的每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就是比如说每一次画画的那种机会 您都会自己亲尽全力的去把它做好 那肯定是 就是无论是画也好 你比如就像这张画引发来了很多 像我画的那个重返两家河这张画 它引发了一堆事情 比如我这个月 月底就有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区 像西藏政府邀请我回去 军区邀请我回去 那我可能我就要去哪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计划 我明白 就是真正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计划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现在您也变成了一个像文化大使了 在中美两边这样跑 你 我不想去迎接它也不可能的事情 你懂我说的意思 因为当你在这边 我体会到的是这边的生活的内容 我到那边 我又温固了过去的内容 可是两边我都会把我自己的心计留下来 当我留下这个过程上 在两边互动 这边动了 那边动 那边产生了动 就有时候它进入了那种怎么说呢 咱们说超越了这个气层 它就在一个公传当中 就由不得你了 那你可能更多的是 这些发生的事情在你身上再发生 引发的再发生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切卢属于这个发生而发生 你可以先则 好 谢谢 谢谢您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 跟您这么一聊天 我觉得生活中您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 没有夸他其他 非常的谦虚 但是您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有灵性 非常有自己特点的一个人 所以我认识您真的很高兴 也终于明白您为什么可以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可能很多东西是随心所欲从不设计 但往往有时候遵从自己的内心 往往能够创造佳机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的做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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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